各位网友,如果想獲取更多關於財富增值、理財投資的資訊 歡迎加入財富BB班 購買方法有三種 第一,成為財富BB Club Patreon 的會員 方法二,在現有CC工作室的Patreon裡面有一個新的財富BB班的Tier 連同大火八五折優惠 方法三,在Patreon裡面的Shop、商店單購2024二月版 今日開始理財投資,我們在班上見啦 我始終覺得在好沒有希望的環境下 你都不能夠放下希望的兩次 2019年,香港人經歷的是抗爭 2020年,香港人面對疫情、國安法 之後很多香港人開始移民 流散各地,搬屋、搬錢、搬人 香港人開始在不同的地方生活 而香港都可能再不是我們以前的香港 不過香港人從來都是生存遊戲的專家 看看最後是誰想的 媽媽說,家人在哪裡,哪裡就是家 那我會想說,不用分什麼海外和在地 只要是說香港人的聲音,那香港人的網台 我是Kelvin,你正在收睇的是CC新聞 所以今集是短短的 只是分享這一篇報道 但我也覺得很重要的要害 講產能過程,我們都講了很多 但我覺得《Financial Times》這篇文章 它是拿到幾個問題核心的 所以它再能夠補充一兩點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標題就叫 Chinese low-tech manufacturers hanging on 這些叫低端的工人 低端的工廠 hanging on by their fingernails 我覺得這個意思就是撐得很辛苦 就是用十隻手指頭去頂住 這是探討一個話題就是什麼呢 譬如我們講產能過程 然後應對的方法 習低就說想搞新則生產力 搞不搞到呢 搞不搞到的關鍵呢 其實也不怕跟大家講 這篇文章就是你搞不到 因為你不可以全部都轉了高科技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總有些low-tech的東西在這裡 而low-tech又佔多大比重呢 這兩個就很大的重點了 看篇文章講過什麼 這間廠裡面 有些人就在 print一些花的印刷 搞多一點花繩 就是要印多一些花款出來 希望令到產品裡面一個 已經不斷地降低的利潤那裡 拿回一些增值 在一個面對全球疲弱的需求方面 記住這個疲弱需求 不是全世界對產品疲弱需求 是對你中國貨疲弱需求 訪問了一個人就叫做 王小沙 王小沙 他就是東北福建省侯苑的一間叫做 Jell O 一間工廠 總之找到一間工廠 他就說 我們當然想做high end 貨品質素越高 我們的款式也會越經典 也會賺越多錢 但是在現在的全球經濟裡面 結果就是我們越賣得多 我們的價錢只會越便宜 這樣說 習主席就說想搞新則生產力 譬如綠能 電動車 但是 這一句我覺得很關鍵 low end factories 這些低端工廠 have long been 長久以來 the backbone of the country's explosive growth and one of the largest source of jobs 這些low tech工廠 其實是中國爆炸性經濟 增長的根基 基礎 以及提供大量的工作職位 所以這個經濟模式是不能持續的 你不可以不轉型 你不可以永遠都不斷靠廉價工人 何況現在都不廉價 就算當你廉價 不斷靠廉價工人 去做便宜的東西 問題就是那些人就不能夠賺到多錢 財富不只是集中在極度少數人身上 東南亞所有國家都是 全部都是 越南、柬埔寨 甚至以前印度都是 為何中國可以有錢 就是因為中國壟斷了 用這樣的方法壟斷了全球很多的生產 而這件事到最後 當你的人又找不到 還保持廉價勞工 也沒有私有產權法去保障他們 他們不用錢 終究便變成內卷 然後產能輸出 便會排紅 然後傾銷全世界 人們就會群起反抗 這就是現在面對的情況 所以你不可以說全部搞高科技 搞不到 還有你搞到高科技 我想問那些剩餘的人口 你怎麼解決勞動人口的問題 這些是沒有答案的 現在的工廠很困苦地 少了很多單 西方工廠特別上單 這些工廠 還有貿易壁壘 還有增加競爭 其他國家 他們反過來 他們可以搞高科技 因為他們人口沒有你那麼多 他們不用養那麼多人 譬如越南 印尼 印度 Brakadash 全部跟你爭 這個low-tech的範圍 全部跟你爭 匯豐的首席亞洲經濟師 這個叫Fred Newman 就說 中國仍然很重要 在勞動密集的產品裏面 譬如服飾 玩具 傢俬 都是這樣的 但是 面對全球 越來越大的競爭 和便宜的競爭 現在所有這些工業 都熬得慘了 首先說服飾 球鞋 鞋類 傢俬 原來 這個數據我剛剛才知道 原來20年前 是佔中國出口的20% 現在跌到只有9% 也跌得很深 為什麼 因為人家在欠你 反而電動車就升了一倍 由16% 不是電動車 又是車 車和機器 就升到33% 聽起來好像很好 問題就是 你的車 還可以不可以不停停泊到其他國家 這個未必不行 但是我們是要看著這個情況 其實你問我當然不行 因為人家都保護主義 波鞋的佔比 比如Nike Adidas 由2017年的20-27%跌到現在 只有16-20% 就是跌了差不多跌4-7% 跌4-7% 雖然還是全世界最大的造鞋國 但是 就已經跌了 那我講的是Nike Adidas 如果說全部鞋的出口 跌10% 這些產能就全部轉到東南亞國家 尤其是印尼和越南 越南原來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出口 這麼厲害 很明顯就是立了你中國的單 很明顯的了 比如說在波鞋那方面 這件事除了反映你的人口成本之外 還有去風險 這個就糟糕了 還有地緣政治 因為你得罪太多人 你得罪太多國家 還有你的政策實在太恐怖 所以現在還要再多因素 你的經驗不是最便宜 我還要去你風險 這就是雙重打擊 因為現在大量的工業生產在中國 仍然是中端至低端的 所以你是需要一些很勞動密集的工廠 繼續得體到去聘請這些人的 所以 所以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 你不只是在EV 電動車方面壟斷 或者是先進製程壟斷 其實你是要在所有產品都有一個保持著的產能 你才養到這麼多人 這個就很重要了 這個點我認為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 因為你給人感覺上 我這次將目標新則生產力放在一些厲害的東西 電動車 高科技 七低空經濟 太陽能電子板 但問題就是 如果很高科技那些 未必可以容納這麼多人 譬如你生產 相對上 譬如你生產一架車 可能你需要一百幾十人 自動生產線搞定了 但是你如果要做村交花 還是有 你可能有幾千人 按比例 大家希望明白 因為你有些很簡單的工序 而他又不想投資 就用一些便宜的人 所以 這篇文章的意思是說 就算你壟斷了新則生產力 沒有用 因為養不到你這麼多人 你是要很多勞動密集 你才能夠保持經濟增長 在一些街道上 譬如福建工業的城市 譬如駿江 駿江就出名做這些房織 很多鞋子 房織廠十幾樓高 做鞋子叫安達 不知道是什麼城市 是世界上最大的運動鞋 一站式運動鞋工廠 給大家看看 其中有一間叫成龍眉纖維 經理叫賴明泉 雖然中國的高科技電動車 譬如你搞電動車 電動車裏面有很多材料 其實都可能會水漲船高 有一個需求 譬如說裏面的皮革 就是你坐的那張梳化 那張東西是厲害的 那張合成皮革是有高科技 坐下又耐又舒服的 但他說因為你沒有需求 不夠需求 你不只是招呼你的廠 你不可以只做皮革 只是招呼你的廠 你要整個對皮革都有一定的需求 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用不了最新技術 你沒有這樣的規模 你做不到自動化 他說中國沒有那麼多張單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你只是靠電動車 你不可以帶起所有其他東西 而這些合成纖維的競爭實在太激烈了 一些新訂單也開始越來越少 也越來越少外國的新訂單 他們都可以跟其他國家去訂 那麼這個行業裡面 他說的合成纖維的那些 是一年差過一年 一年差過一年 那麼好了 有一間在加... 不是台灣啦 不是台灣嘉儀 是一間中國的嘉儀 做波鞋的那些零部件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些 譬如鞋帶啊 或者是那些頭鞋 那些皮啊 那些鞋底啊 就是那些東西 他說 他說這些材料 中國仍然是很主導性的 但是以前呢 由一個晉干一個地方集中了 因為夠大夠多單 現在已經散了 散了 那他這些呢 是做那些武牌子的那些 就是幫人做代工啊 或者是做一些最低的東西 就打擊就最大了 因為四面八方 每一間廠都做到 那就鬥內卷了 而美國加關稅呢 就更加雪上加傷 或者聽起來很慘 聽起來很慘 你自己裡面已經鬥不夠需求 裡面鬥內卷了 大家鬥難了 還要難出口 還要加你關稅 那你怎麼搞呢 那你就說 如果美國加關稅 那美國人就糟糕了 現在就跟你說 越來越多單可以在越南 柬埔寨 東南亞 印尼印度做到 那些技術 有中低端的技術不是很難的 我當高端那些 我當你中國還有 現在面對的問題就是 你東南亞搶了低端訂單 你那些就業勞工怎麼辦呢 其實這個問題很頭痛 他繼續說 他就說 你高科技只是一塊仔 哪有這麼多工廠 這麼多工廠 哪可以支援這麼多人 就說 隨著需求疲弱 剛才說一開始 他是做一些油漆工 他將這些 負責的產品上 有些花紋上去 減了一半 人手減一半 對於他們這些傳統的行業來說 Traditional enterprise 他說現在是 Lots of optical 很多阻礙 所以你看完這篇文章 你發覺更加大 我都說你做不到高科技 現在這篇文章告訴你 你做高科技都沒用 你是要養著這些低端的 而這些低端的公司 面對著東南亞國家 面對著關稅 你有什麼方法做呢 其實你只有一招可以做 就是大貶值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推背圖 就跟大家說說 由孟加拉說起最近的 中國一些外圍形勢的變化 有些國家 其實大家未必 大家可能有留意 在發生事 有些媒體報道 可能會知道名字 但是 有沒有很深入留意到 或者這些新聞 其實比較容易被人遺忘 所以今天我連串在幾個國家 就想跟大家去說說 因為我覺得 中國一些外交 或者一帶一路的國家 形勢的惡化 比想像中越來越嚴重 這個又不是很意外 不過一直都在等著發生 給大家一些基本資料 中國的外交其實就是很膚淺表面 有錢就有朋友 當然你說 世界外交當然是講錢講利益 對 但是不只是講錢講利益 當你只是講錢講利益 如果你的利益開始沒有 那就糟糕了 現在正正是中國正在面對的情況 中國正在面對的情況 第一開始沒有錢 或者開始不想付錢 對這些國家來說沒有分別 亦都不需要爭 這麼大的國家怎麼會沒有錢 神經病 你們整天搶壞中國 中國不知幾 不需要爭 現在就是其他國家收的錢 越來越少 這是拍運 第二就是那些一帶一路的工程 就開始獨樓發作了 亦都應驗了 其實十幾年前說的一帶一路 其實我早就知道 我們全部都知道會有問題 你說看死 你說主觀 現在就開始爛了 還有第三件事 就是你的東西開始難 你開始沒有錢 都算了 問題就是你現在怎麼應對 你這個經濟下行的情況 你就是靠這個輸出產能 這件事正正和一些比較貧窮的國家 或者是一些用製造業的國家 東南亞國家 就完全是利益衝突 還沒有計算南海爭培 今天都不說什麼南海爭培 總種原因之下 其實這些國家就開始越來越不滿中國 這件事大家不要小看 因為這些國家的配合 亦都是令到中國為何洪霸製造業的其中一個大的原因 就是說 我有什麼配套 有什麼出口的 全部都可以經過東南亞國家 而東南亞國家又會聽我說 配合我們的貿易政策 這是很重要的 當這些國家 現在又不會跟你反面 開始不配合 甚至開始競爭的時候 形勢就變得很快 就是說你中國 本來你是世界第一製造業 變成有很多國家跟你爭 那你夠不夠人爭呢 你爭得贏的話 有沒有錢賺呢 日日要記住 人家可能比你更便宜 你現在中國請的工人 都可能是三四五六千塊 人家可能是一千多二千塊 OK 近來有個示威在孟加拉開始 我覺得這件事是值得去談一下的 孟加拉當然就在印度附近 他七十年代就在巴基斯坦 那裏退了出來 叫做獨立了出來 當時當然是獨立一定有戰爭 當時用戰爭方法退了出來 所以他又親 怎麼說呢 他後期跟中國關係好 但是他都是親印度的 因為巴基斯坦就是印度的敵人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一直都是窮困 我第一個看孟加拉的迷 就是為什麼叫孟加拉 我不是有個答案 我搜尋過一下 都是跟古文說 很奇怪 因為孟加拉是Blackardash 曾經有一個一刻 我是愚蠢了 我一刻以為是巴格達 就是Blackardash 我以為是 怎麼會是孟加拉的呢 真是很奇怪 這些東南亞國家還是比較 南亞國家 比較窮困 好了 我們快速回旋 當時獨立戰爭完之後 其中有個總統 類似被流亡政變 她的女兒 回歸回來 就像昂山素姬一樣 很高文望地做了總理 就是今次的主角 Hashina 這個Hashina 現在是四面仇敵 或者被孟加拉的市民所退棄 但是19多年前 她是一個英雄人物 人就是這樣 不 權力就是這樣 權力使人腐化 她還沒多久之前 去中國 拘捕幾十億的貸款 最後只是批億給她 她是超級不老禮的 我們慢慢再說進去 一些結構性的問題 就是民怨四起 主要第一經濟 第二就是她的獨裁 永遠都有導火線 導火線就是公職人員的判額制度 就是政府官的quota制 原來以前的法例流下來 有一部分quota就留給一些 就叫自由戰士 那些什麼戰士呢 就是幫孟加拉打個獨立戰爭 從巴基斯坦解放出來的那批軍人 由於要紀念他們的公職 還有很多軍人之後退役就沒什麼做 所以就要在政府裏面 一些位給他們 這些叫特權人士 特權人士也是一個矛盾的火藥庫 我突然想起過民黨的軍工教 不是說每個軍人都是耗食冷飞 都是浪費資源 但是很容易就有一種令人覺得不滿 為什麼一定要優待你 這麼多年了還沒夠嗎 還有當資源不足的時候 孟加拉當資源不足 當經濟開始差的時候 還有這些特權人士 於是就把矛頭指用夏孫娜 而夏孫娜沒有好好疏離 疏到這些民怨 還要用鎮壓死了人 馬上就大爆發了 這裡我們不說外國實力介入 而這個示威是可以解釋到的 孟加拉的情況 當時他也不懂得死 夏孫娜也不懂得死 然後還要加強鎮壓 這就是權力使人腐敗 因為這個總是做了十九多年 沒有人挑戰到他 當然是洗橫手 跟普京一樣 普京不是有石油 一早就跟孟加拉一樣 一早就被人踢下台 他有石油 他控制了利益 孟加拉也有天然之源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要搞到 他好像 我忘記有哪一份天然之源 我們逐一說 他的權力使他腐化 再加上這種鎮壓 被人趕走 他就要走路去印度 現在都算是一種政變成功 或者叫做民運成功 革命 算是政變成功 有一個很關鍵點 就是我很想問著結封 覺得很神奇 為什麼軍政府會站在人民那邊 我不是說軍政府不可以做好事 而是通常都不是這樣的 通常都是軍政府站在極權那裡鎮壓反對派 竟然這次站在學生人民那邊 我們姑且希望是好事 現在就找回一個被Hashina趕走了的流亡 算是人權分子 他是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 他叫尤老師 尤老師 譯名叫尤老師 他暫時回去坐鎮著局面 他很過癮 他曾經是建立了一間銀行 幫忙貸款給一些超貧困的低下階層 這件事令他拿了諾貝爾和平獎 現在就會統籌大選 看看會不會反對黨贏 因為之前反對派就被Hashina用極權手段打壓 就像俄羅斯那樣 這件事就這樣看起來好像跟中國沒有關係 我剛才錄一錄一下 踢了電線 整個電腦關掉了 嚇了一跳 說一點花絮 這就是自己錄音必經的階段 我用OBS錄 現在OBS有幾個選 因為我錄的時候會把影片出來 有影片會製作出來 以往是有幾個選擇 要是完畢之後才RAM出來 沒有那麼吃虧 有一種方法就是一路錄一路RAM 有個好處就是像我這樣 我休息了十分鐘都沒有浪費 但需要電腦比較 CPU的RAM比較厲害 因為我這部電腦也挺厲害 但就要花點時間才搞論 還有要剪回影片 首先斷線前就說到 漢子這件事跟他自己的內政有關係 經濟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不是 我覺得中國就算他不是主因 都是惡化了這件事 怎麼說 第一件事 其實孟加拉經濟靠什麼呢 主要是紡織 其實他出口是增長得不錯的 他是中國之後接近第二大國 然後才到越南 他的紡織是不錯的 其實很多網友在購買Uniqlo 購買Zera 或者H&M 都可能見到Black and Dash做的衣服 其實現在很普遍 他是過億人口的 所以假設他的經濟不是太差 但近這幾年 就惡化得很厲害 我自然會聯想 會不會被中國打炒呢 你知道如果中國打了價格戰 就算你便宜過中國 就算你這個餅 就算你便宜過中國 和就算你吃不完 中國吃不完整個餅 或者你吃不完整個餅 但也會受影響 也會受影響 其中一個證據 我就看回2022年 那條外貿的數目 嚇我一條 2022年 中國出口孟加拉268億 入口10億 中國對孟加拉也有貿易的順差 即是說中國還要出口訂購 這裏只說出口是紡織品 基電、水泥、化肥等等 當然你不會做完所有三副鞋物 但是中國紡織 我想大部分事情他都做到 他要傾銷起來 你真是瓜柴 孟加拉的人的成本可能比中國便宜 但中國可以以本商人 你不夠他搞的 以及孟加拉應該不敢加關稅 因為中國還欠債給中國 所以第一個問題 我認為是關事的 就是中國這一兩年的不斷打格戰 產能過剩 是會影響東南國國家 你看到印度是這樣 泰國是這樣 泰國每月整理幾百間工廠 印尼要加200%關稅 我覺得孟加拉受影響 這件事也很合理 而貿易亦差順差見證到這件事 這是第一 第二 當然是一帶一路 正確說 中國在孟加拉的基建 不是全部都糟糕 但是一半是糟糕 現在中國當然是孟加拉最大的外貿債的國家 而且即使那些基建是OK的 條款都很不公平 為什麼呢 因為他假設跟你簽訂一些合約協議 例如跟你建機站、鐵路、高鐵等等 第一你要用回中國人 第二你要用中國的原材料這樣就糟糕了 即是說整個項目 假設跟你合作50億 很便宜的 外面是100億 我50億 誰知道那50億 就是要請回中國人 找回中國公司 入回中國的材料 孟加拉本身有自己的原材料 便宜很多 孟加拉可能人也比你便宜 為什麼要用你的人呢 而最嚴重的就是 這個項目 有些是資不抵債的 有些是沒有經濟效益的 因為中國建基建 不是看你的經濟規劃設施 是該怎麼配合他的全家產一帶一路 所以譬如非洲很多鐵路 或者東南很多鐵路 建的地方是渺無人煙的 其實中國自己也是這樣 譬如非洲建的高鐵 在東南建的高鐵 他的彈球博人都冬了 很有型 我那個什麼什麼鐵路 又通過十個國家 他才搞一帶一路 但問題是經過的國家 沒有經濟效益 搞到沒有錢回來還要一屁股債 那怎麼辦呢 就欠中國錢 所以為什麼Hashina 就跑去中國 求他給50億 中國採料所有都沒有錢 債務惡化兼出口被中國影響 我認為是其中一件事令到經濟惡化 當經濟惡化 你的制度繼續獨裁的話 就和你翻台了 這是我覺得孟加拉的情況 究竟是不是呢 我們繼續觀察 要繼續觀察的就是 孟加拉和印度關係怎麼樣 中國在孟加拉裡面有什麼做 你對孟加拉影響這麼多 你會不會作為一個強國 你做過什麼 我們繼續觀察下去 這只是其中一個國家 好了 下一個國家 孟加拉還說我們從東南亞走到非洲 孟加拉跟中國本來是朋友 很多合作 當然是爛尾 這樣說下去一定是爛尾 孟加拉有一個地標 一個很標誌性的購物地方 這個叫China Market China Plaza China Market 中國商場 中國商場裡面很便宜 還有生意很好 孟加拉不是窮的 不是想像中這麼窮 因為他有天然治癒 我忘記哪裏 天然氣還是什麼 所以他買得起東西 為什麼突然間 會有一個山洪暴發的大暴動呢 我忘記給大家看影片 你等我等一下 我可以找一些影片給大家 找一點 因為我教不正畫面 有一點點歪的 但是你若不可以看到 你等我等一下 有一點蝦露 OK 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到 看到一點 OK 這個肯亞 是大規模的大規模暴動 OK 那就全部 逢是中國人開的商店 就全部衝了進去 先看著 OK 有音樂 OK 這個就是這樣的情況 突然之間肯亞人 就很不滿中國做生意 其實跟排華有一點點相似 以前排華就是因為你壟斷了當地資源 你賺了所有錢 但是你做生意是厲害的 這次更糟糕的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東西便宜過了所有當地的產品 我又覺得這樣說 你這樣說好像很不公平 那中國的東西便宜過你 那它賣便宜一點 你催它不漲 所以這件事我沒有絕對的對錯 我認為的原因是因為你中國 我想是做了很多很黑人討厭的事情 那別人便借題發揮 OK 那 例如 講一些例子給大家聽 中國產品佔肯亞的總入口量的兩成以上 大部分本地製造商 全部都被它搶了所有生意 那作為入口商 有些入口商是歡迎的 有些歡迎的 那中國的東西便宜 那些入口商便便宜了 但是當地製造商 當地小販那些 全部都很生氣了 那這個是第一樣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 當然還有一帶一路 下一帶路 那肯亞呢 其中一個一帶一路的項目 就是這條這麼樣的鐵路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 那當這條鐵路剛剛開的時候 那當然是很震撼 很興奮 那這條鐵路是2017年開通的 那地方真的不懂 內羅北去到這個 直歐基茅 那些不知什麼肯亞的地方 那全程就大約470公里 那你當時當然覺得好像很厲害 哇 正啊 但是後來呢 根本就沒有經濟效益 正如我剛才所說 因為你穿過的地方 沒有人會這樣 沒有人會從這裡搭去那裡 他只是純粹 幫中國外利運貨 那當時呢 中國說答應幾百億投資 結果很多就沒有的 很多就沒有的 那現在呢 中國也是肯亞的 接近最大的外債國之一 那他又 那很搞笑的 這些國家 中國外交部說這件事的時候 就說 神經病的 我們佔多而已 不是最多 最多是IMF 最多是歐美 那樣 那有一些呢 是因為你中國不肯再借錢 那他就轉去這個歐美 之前呢 歐美和IMF 都有一些什麼 什麼Global Gateway 什麼World's Better的計劃 其實就是想 透過債務 將這些被中國控制的國家 搶回來的 OK 那好了 那所以你看到 這條死人鐵路呢 長期虧損 政府要長期去補貼這件事 還要爭你中國錢 然後你中國產 再加上你中國產品傾銷 那就是反台 所以這些又是冰封三尺 一日之寒 好了 我們下一個國家 我們講了東南亞 我們講了非洲 我們講了南美 阿瓜多爾之前有講過下的 之前講過下的 其實是這樣的 其實在去年呢 就有一套紀錄片 我也沒有看的 就叫做被偷走的國家 那就是阿瓜多爾 從2007年加入了之後 當然是中國就問中國借錢 然後幫他建垃圾基建 又是了 基建呢 基建沒有經濟效益 還要大量破壞自然環境 和原住民的生態環境 包括最大的一個水力發電廠 就叫COCACODO COCACODO Sinclair 一個叫水力發電廠 這次發生了什麼事呢 各位網友 2007年起完之後 這個水 幾千條裂縫 幾千條裂縫 還要整這個水壩的時候 周邊的山地 你知道中國建的工廠 新的山坡就倒了 這個大壩可能會倒了 阿瓜多爾 就簡直是 前能源部長 也是OPEC的秘書長 他就說 這條大壩真的亂來 品質很差 多次有意外 要不斷排空 不斷減輕水壓 不然會倒了 這樣起 所以這個大壩不單沒有製造 因為當時說的大壩 當然說得很厲害 這個大壩 當你雜水 當你下面不夠水的時候 它就可以排放洪 還有可以有電 天然資源給你發電 一來又可以幫到你這個國家的能源供應 第二也有經濟效益 一定是天下無敵 結果 你看中國的水壩就知道 你說水壩 你只看中國的排洪都知道 通常中國的水壩是怎樣的 上游乾旱 下游更乾旱 因為雜水 上游有水災 下游更水災 因為要排洪 就是這樣嬌養 那怎麼辦 欠債累累 阿瓜多爾也有天然資源 那你就要付錢 這個就是南美阿瓜多爾的情況 好 還有 整個套路就是這樣 中國首先一帶一路整個起源 就是我要將那些產能輸出去 建立一個周邊的衛星國家的地位 那你又問我借錢 然後就買我的人手 買我的原材料 然後基建我又用到 如果你還不到錢 搞定 搞定 之前那些天然資源我就老了 有很多重要的天然資源 因為中國是出口大國 所以它一定要 它確保很多天然資源 譬如近來的電動車 電動車很需要一個叫菇 一個菇的原材料 那誰是世界上很大的供應商呢 江國 就是江國 江國其實非洲也是很大 2008年簽了一個簽署 中國公司會在一個沽礦那裏 投資30億 另外再贊助30億 就蓋了一些基建設施 N年之後 只有兌現三分之一 中國人賺了很多錢 因為它用菇去製造電動車 是不是 很厲害 那些什麼供風 那些什麼寧德時代 但是 但是 那些錢全部被中國人賺了 因為它搞了基建 它有開採權 它就納手了些什麼 它有投資 它說而已 投資是不會益到光果的 然後現在的政府 就開始去review 當時的這些協議 你看到很多國家都開始去review 原因是因為太嚴重 之前中國還會哄你 第一 第二 中國當時還是強大 現在中國和全世界 和文明世界翻臉 而文明 他們有眼看 假設我再找人借錢 就算你說IMF是多麼糟糕 也好 現在中國和它同等糟糕 那我豈不是借美金好過借人民幣呢 這些國家 你看到說著說著 有一個說著說著 之前有說過斯里蘭卡 這些國家陸陸續續 review那些合約的話 第一 你中國借出去的數目一定收不回 那當然你可能餘了收不回 第二 在國際一些事務上 會不會 會不會 開始沒有這麼 同一口徑支持你中國 而第三 會不會令到一些其他勢力 挫起來 繼續和你中國抗衡呢 譬如日本 印度 這些是絕對有豐富資源 可以做區內大佬的 到時候就不只是美帝 歐盟 直接和你抗衡 是這些中型大佬都強起來了 整個形勢就繼續反轉 所以我們 藉著這個曼加拉事件 我們審視一下這些情況 不是說現在會發生 不過我們繼續在審視 我們觀察一下究竟這些 以往是中國的鐵桿子盟友 絕對不會脫離 絕對不會反共 讓你中國控制所有天然資源 基建的 這些關係 有沒有機會變化呢 這是我們 接下來會繼續跟進的情況 今集的推薦到 是這麼多 感謝各位支持 我們下集節目再見 謝謝拜拜 還沒說完的 不是最新的 當然了 這個只是Patreon的節錄內容 想收看收聽 最新最齊全的內容 就要做我們的Patreon會員 Patreon會員 對我們的網台營運 非常重要 希望你支持 加入我們 一起建造全新的香港人網台媒體 大家好 我是Calvin 由於香港的罪案越來越嚴重 騙案橫生 保安局局長說 一至十月 每日超過一百宗騙案 增幅超過五成 廣告就是這樣就好了 私事工作室 懇請大家 盡量提高警覺 保障自己的私隱財產 不要讓匪徒有機可乘 不要再加重政府的負擔 Patreon 馬上轉私隱設定 電郵 社交媒體 更換密碼 如果你認為任何一個賬戶有風險 直接整個剷掉 包括WhatsApp Signal IG TG等等 盡快把所有資金調離危險的地方 你對我們的支持重要 但你們的安全更加重要 盡我們的公民責任 打擊全香港最大的犯罪集團 人人有責 大家好 歡迎來到財富BB班 如果之前單購過三小時講義的網友 又想收看之後的補級堂update 機會來了 最新的六小時一至十五集補級堂 經意上架 如果從來沒有訂購過課堂 我們也推出了最新的完整九小時 港義加一至十五補級堂 這兩個產品經意分別在財富BB Club 和私事工作室的平台商店發售 如果有任何查詢 歡迎PM或電郵聯絡我們 不要等了 馬上加入 今天開始理財投資